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近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北斩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转发评论 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关注到我们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全美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的副秘助长邹志强 志强你好 马台湘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湾从24号开始实施为期五天的汉光演习 第一天 基隆弹药库就发生了不明原因的爆炸 造成了9名官兵受伤 其中两人伤势较重 手部几乎被炸烂 志强现在有找到爆炸的原因吗 台湾从24号开始实施为期五天的汉光39号演习 军事专家们分析这次的汉光演习 假想敌是从北部登陆直攻台北城 实战性很高 不过既然是石兵操演的话 他这个第一天 基隆市中正区祥峰街的祥峰营区 在24号下午3点 在弹药库的房外 当他在执行弹药整检 不作业的时候 就突然发出了这个爆炸声 疑似在营区内存放的120破级炮 因为不明的原因发生爆炸 造成九名官兵的受伤 其中两人伤势颇为严重 手臂好像被炸断的感觉 分别就是宋医抢救 据了解 基隆弹药分库的弹检人员是在执行 马祖回应弹药例行作业的时候弹梯爆炸 也造成作业区域附近的人员受伤 根据宋医受伤的官兵指称 当初他们正在户外处理炮弹 却突然爆炸 造成多人的受伤 医务人员赶到现场 进入营区后 看到弹药库前面摆满了120破级炮弹 而且还要小心 不要踩到 受伤的官兵也倒卧在地 现场血迹斑斑 场面相当的骇人 军方官员说 这批120破级炮弹是从外岛马祖运回来的 刚好排到2014号减诊 跟汉光演习第一天进行战力保存 还有弹药存放的科目没有关系 爆炸的是一枚120公里的破级炮弹 事件发生后 单位除了立即将受伤的官兵送去急救 并且封锁现场 停止作业 则派弹药处等人员共赴现场 结同相关单位来调查 鉴定的噪音 对此 前台湾空军副司令张延廷24号就表示 这批弹药年纪非常久了 因为它会有三个风险 因为年纪久 有些隐性就会失灵 这样的弹药还有非常多的 第二个是最近高温 高温没有办法降温 弹药里面的化学反应会比较剧烈 不需要外力就会触发 第三 还好这些人有穿防弹背心 防弹背心保护的是五脏六腑 所以手炸断是不幸中的大性 一些军事专家也表示 120后弹炮为敌很大 爆炸的半径也很大 如果是弹体爆炸又在弹药库的话 后果难以想象 这次的爆炸研判是因为这枚 后弹炮这个雷管出了问题引起的 导致炮弹的底部爆炸 如果是整枚的炮弹爆炸的话 又在弹药库附近的周遭可能都会被炸平 还好没有量成巨货 算是不幸中的大性 当地的里长也表示 这个营区是军方在北台湾重要的弹药库之一 早在日治时代 就是军方的弹药库 强方接一带的民众 一直希望弹药库能够迁移 没有想到今天会发生这个汉事 居民要求迁移的理由 就是因为弹药库紧邻住宅区 前方还有加油站 多年前就有地方民众 希望弹药库能够迁移 但后来都是不了了之 在2009年军方曾经承诺将会陆续圈移 但是因为当地的军人也不多 居民一直都以为这个弹药库已经搬得差不多了 一直到昨天才知道原来一直都在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也希望军方能够彻底检讨弹药库现在在这个限制是否恰当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爆炸案 民众也希望一定要查清楚 不管是因为演习的缘故 还是训练不足不促 或者是搬迁过程当中有什么状况 或者是因为弹药已经太久太老了 或者是因为温度过高 到底是人为呢还是自然现象 希望有关单位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才是 才不会再度发生类似的爆炸案 这种事情谁也不愿意看到它发生 但是还是要查明是必须负这个责任 然后给予这个士兵应该得到赔偿 根据台湾的法律 如果被害人跟家属选择走政府赔偿 就应该先向赔偿义务机关以书面提出请求 赔偿义务机关拒绝赔偿 或者是超过60天无法达成共事的时候 才可以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恐怕会面对漫长的司法常务 但是如果过失的一方能够跟被害人 或者是家属就刑事方面和解的话 民事部分也担起责任 好好的赔偿是最好的 因此设有过失责任的被告 如果能够在侦查期间跟被害达成和解 刑事部分有或者还起诉的机会 否刑的话除了刑事责任 还有民事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 而且还包括后续的医疗费用 照护费 美容的整形等部分 到时候会成为一笔不小的数目 而且该负责的就要负责 在过去就有一个类似的例子 在2015年6月24号台军汉光演习21号 在台中县进行操演 台军人员将拖式导弹爆证仿真器 从发射管上拆下来之后 交给一位小兵叫侯又昌的请他保管 该仿真器就在侯又昌的手中爆炸 侯又昌的无名指啊小指啊 因此受伤截肢 然后嘛他的掌骨啊还有顽骨啊 也受到开放性的骨折 他的卓尔也出现了天地障碍 侯又昌受伤后 台湾的陆军 虽然依照这个抚恤规定 给予补偿 但是他认为 他虽然是军人 也是民众 在战备训练执行职务中 受到其他执行职务人员的 过失的不法侵害 因此他诉起公共赔偿 然后在一审的时候 因为他无法证明军方有过失 被判败诉 但是台湾的高等法院认为 本案如果让小兵来负责举证的话 一辈子也要不到钱 显然失去公平正义的原则 因此他根据岛内的法令规定 军方因为没有办法举证 演习过程中 对于侯又昌受爆炸受伤的这个 没有过失 所以判军方应该负公共责任赔偿 应该赔偿 侯又昌149万新台币 还有延迟的利息 确定 另外侯又昌受伤之后 可以领五年的抚恤金 37万新台币 这笔金额吗 军方认为说是可以抵扣这个赔偿金 那可以从赔偿金里面扣除 可是台湾的高院认定 抚恤金是对因公受伤的士兵的恩惠 跟公共赔偿的性质并不相同 所以不可以折抵赔偿金 所以说根据上述的例子来寻求法律途径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得到一定的赔偿的 最近台湾社交媒体传出了一期女士官被性骚扰的事件 这名女士官被性骚扰之后 她向上级报告 不但被押了下来 她甚至还要向大家道歉 志强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吗 这个在部队里讲究了就是军中 这个所谓的军中伦理 还有官阶的领导制度 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 其中因为这个原因 其中暴龄性侵这种案件真的是不胜枚局 然而由于因为它这个阶级制度 这些案例当然很多都发生在官官相护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无疾而终 这种事情在全世界的国家军队里面 类似这种的案例也是层出不穷 完全不足为奇 但是因为最近台湾 由于这个支持女性 站出来这个MeToo这个行动 所以说也烧尽了这个台军 这件事是怎么起来的呢 是台湾那个政战训练中心的一个士官 高级班爆发这个女士官 这个性骚了的风口的遗云 该起事故发生在今年5月底 政训中心士官高级班同学 放外扇架这个期间 前往北州的餐厅聚餐 一名女士官因为大概不剩酒力了 这个有一个姓黄的叫黄中士 叫贾介要扶他去厕所洗脸 其中多次触摸女方的这个胸部 女士官气得隔日就马上向这个上级报告 并且要提告 然后该单位的总队长 还有保防安全处都知道这个事 但是因为MeToo这个事情在延伤 内部我就决定来压岸 甚至说因为外出餐具没有报备 如果女方要提告的话 所有的人去吃饭贼人 通常要被惩处 用这种理由来施压 事后这个女士官又遭到关切 叫她封口 最后女士官还哭着跟全班同学致歉 表示不会提告 请大家不要再提这个事 被害人反而成了道歉人 事后又有情报部门的长官 要求证刑中心封口 虽然该班这个顺利截讯 犯罪的黄信中士 不但没有受到学校的任何处分 还可以安全的截讯 准备竞争上市 这样子才导致一些不便宜的人士 认为不应该放过这个加害人 所以说就在脸书上爆料 根据脸书的贴文指出 情报单位有一名中士 在市高班性骚扰女从事都没事 就算有影片证明 也没有被退讯 陈处 这还是因为该单位是高私单位 连女同学想要提告都被压下来 这种单位写出来的情报 还有公信力吗 此文一经网络贴出 台湾的防卫部门 马上回应表示 这个安全总队已经接到通知了 马上展开调查 并且将该员继申戒两次 同时也将会加强性平等教育 这种性骚扰 如果是只是对黄信中士 给予承接两次 就想要结案的话 感觉是就是惩戒太轻 而且避重就轻 明明是受害者 反而必须去道歉 好像是变成是他做错了事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单位 想要吃案 而且甚至包庇到这种地步呢 所以说我认为说 不仅是黄信中士 还有其他涉案官说的相关人士 都应该接受惩处 并且彻查到底 如果查案确实 该撤职的就撤职 该查办的就查办 不能继续容忍这样的状况 继续发生 好的谢谢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马台长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